他们家总共有四个房子 都没有出租 他跟老公各租一间房子 那偶尔呢 老公会到他住的那个房子 来跟他一起住一段时间 但是呢 这个19年报税的时候呢 他自己本身住的这个房子 他是拿来报说 是拿来出租的 那请问怎么样做 他自己本身住的这个房子 才能够当做自住屋来重新贷款呢 因为利息差这么多嘛 那他又想要证明说 他明明也有住在那间房子 应该怎么做才是合理的呢 资深贷款专家 玛丽卡毛请指教 OK 这个朋友很大方啊 所有的出租房都没有租出去 我不收租金 没有关系 来 如果说 他是夫妻两个 各住一间房来讲的话呢 OK 看这两个房子 就是他说老公住一个 他住一个 是吧 这个主要是看 这两个房子之间的 那个单程的距离有多少 OK 所以说呢 就看他要哪一栋房子来做 那个自住房的贷款 如果说是以先生的名义来 就是以先生的收入 来做这个自住房贷款的话呢 如果要做的这一栋 正好是太太平时在住的 是 OK 那我的建议是他把太太所居住的这套房子 因为他们是一个marriage的一个family 是 那以太太为主 那就要提供一下太太住的这个房子的 三到四个月左右的所有的能提供的那些水电煤啊 什么上网internet那种utility的bill 是 OK 那包括呢 那个先生和他各住一个这两个房子的房屋保险提供一下 因为房屋保险上可以看得出来说 确实这两个房子也是没有出租的 因为他上面的保的那个内容会显示你是租的还是自己用的 自己居住的 好 这些各个方方面面包括他太太的bank statement啊 是 也会显示说邮寄账单的地址是他太太居住的这个这个房子 好 就是说隆隆总总的就是所有一些信息收集起来提供一下 就是证明说要做的这个房子 尽管先生出面贷款用他的收入合格贷款 但是呢先生没有住在这个房子 可是他的太太有住啊 所以就提供所有的这些来proof太太居住在里面 也是可以作为他的自住房来做的 哇 这个就是要一些技巧了耶 所以你在把工作做好的话 其实你可以省很多钱的 哇 所以有专家的这个处理果真是不一样 所以他刚刚这个是先生太太各住一间房子 如果家里人丁比较旺盛有没有 家里生了这个三四个小孩 然后每个小孩 他家里不是有四个房子 那可能成年的小孩 可不可以父母也让他住一间房子 那有可能他也可以证明这些单据 也可以算吗 还是说小孩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可以 就是说让其中一个没有出租的房子 要是孩子去住 那孩子呢也是要提供一些 自己居住在那里的痕迹 那些证明的材料 那样呢 以孩子自己有收入 孩子独立可以出面来带这个款 那就作为孩子的自住房来做了 所以这还是可以经过专家解释以后 Paperwork你自己该做的这个准备材料准备好 你还是可以拿到自住屋的这个优惠重大 要咨询一下 要咨询一定要咨询的 每个人个案不太一样的 谢谢我们资深代款增加 谢谢我们的Money卡毛 谢谢 谢谢我